女孩贾小杨被锁进了一个大铁笼 囚禁他的男人猥琐 就坐在旁边 他毫不知耻地说感觉小贾很特别 所以要这样拯救他 这变态把人家都囚禁起来了 为什么要说是拯救人家呢 看到小贾不想说话 猥琐就先离开了囚禁小贾的地下室 晚上 小贾正在铁笼里蹲着 一只Jerry爬进了铁笼碰到了他的腿 小贾低头看到后 吓得躲到了一边 但接着就狠狠地跺了几脚 直到把Jerry剁成了稀巴烂 看来这女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柔弱 第二天 猥琐拿来一个笔记本 小贾一眼认出 这是自己丢失的日记 伸手去拿 却被猥琐一把又抢了过去 他直言 自己已经读完了日记 知道了小贾最阴暗的秘密 原来 看似柔弱的小贾却是个杀人犯 几个月前 小贾开车拉着闺蜜小茶兜风 途中他直接说 发现了男友和小茶乱搞的事 小茶赶紧解释 说 那是喝多了不是故意的 小贾却开始加大油门 车子越来越快 副驾上的小茶 吓得不停地道歉 但小贾直接踩死了油门 车子很快失控 一下撞到了墙上 两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小贾低头发现 自己肚子上扎了一根很长的玻璃 旁边小茶呢喃着 还在安慰他 看着彻底挂掉的闺蜜 小贾内心居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但日记里写的远远不止这些 巨大的变故让小贾患上了人格分裂 所以第一集里他看到的闺蜜也是幻想出来的 从那以后 小贾白天上班 晚上就变成了连环杀手 专门对街上落单的流浪人士下手 猥琐刚读日记还不相信 直到跟踪小贾 真的看到他把汽油浇到流浪汉身上 然后拿出打火机 毫不迟疑地扔到了那人身上 猥琐承认 他出于爱意想拯救小贾 希望小贾能停止自己的行为 小贾终于也露出了真面目 他问猥琐 你知道把一个野兽关进笼子 会发生什么事吗 猥琐惊慌失措的样子彻底暴露了 就算小贾在龙里 依然是他不能掌控的 小贾这么做就是在向他示威 这下猥琐又蔫了 从前认真工作的他 现在变得无精打采 龙里的小贾反而得意高兴起来 无心工作的猥琐正好被主管撞见 他把猥琐叫到办公室 直接说 再发现偷懒就让他走人 小贾还在这的地下室锁着 猥琐赶紧保证以后会努力工作 下班回到家 焦虑的猥琐忽然想通了这个事 他马上又返回了上班的地方 正在值班的保安大胖 头也没抬 和他打了声招呼 猥琐向里面的杂物间走去 大胖忽然想起 有个文件需要给他 但猥琐正好没有听见 来到囚禁小贾的地下室 猥琐掏出两只巧克力扔进笼子 小贾说 这些东西不够 猥琐这下得意了 你不是很牛逼吗 这就是你今天所有的食物 小贾愤怒地把巧克力扔了出去 猥琐看达到了目的 接着说 你现在是在笼子里 我才是真正的主人 再敢以下饭上 就还让你尝尝绝食的滋味 说完猥琐关灯就准备走 小贾马上换了策略 说他晚上做梦 梦到了两人住在海边的木屋 醒来后 感觉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猥琐一听 又沦陷了 猥琐从地下室爬了出来 然后毫无防备地走出了杂物间 根本没注意大胖盯上了他 这大胖已经不是第一次撞见猥琐 从这间废弃的杂物间出来了 这次他走了进去 终于发现了地下室 神经病 有灯在桌上 嘿 嘿